文化部长郑立军佐,22日,出席关怀演艺人员春节参会时,突然遭到资深艺人政会中突袭掌国,表达对政推动去讲话的不满,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则是在脸书PO文表示这是官逼民反。 对此,代表民进党登记参选三重区立委补选的艺人于天呛好以后看到你就打。 于天昨参加,一周刊,节目时,听闻郝龙斌在脸书称政会中掌国政立军事官逼民反,不满地认为你,指郝龙斌,意思是应该要用动手的方式解决事情吗? 更直呛那好吧,大家来试试看,我以后叫人看到你就打,但于天随后也解释,使用暴力行为解决问题就是不对,当然是要叫人有什么话,都可以好好沟通吗? 怎么可以动手呢? 于天认为,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不管政党倾向为何都可以用讲的,绝对不可以用暴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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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